是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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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 嗯 这也正如我所愿哪 弟弟 快看 姐姐给你拿好吃的了 姐姐 这是什么呀 这叫胡桃 是客人送给爹爹的 爹爹说给咱们吃 哎呀 这么硬怎么吃啊 弟弟 胡桃不是这么吃的 那怎么吃 这个嘛 我也不记得了 第一次吃胡桃的时候还小呢 但肯定不能吃咳 但肯定不能吃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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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苦又色 不好吃 烏特仁外面有一层薄皮 把这层薄皮剥掉 就不苦了 小姐 夫人叫你 嗯 弟弟 等会儿 姐姐马上就回来 嗯 少爷 我有个办法 你拿开水做什么 你看着啊 我来把它变大 你看 我把它的衣服变软了 尝尝 谢谢 真好吃 一点都不苦了 少爷慢慢吃 我去干活了 姐姐 吃 这回不苦了 嗯 好吃 这是谁剥的 我剥的 弟弟真聪明 这是夸谁聪明呢 哦 爹 您看 弟弟多聪明 想出这么好的办法 剥葡萄人 哦 光儿 告诉爹 这真是你想出的办法吗 是 不是 说谎话的孩子 可不是个好孩子啊 真的是孩儿吗 我 刚才有人来过了吧 是 是小玉姐姐帮孩儿剥的胡桃 为什么要说谎啊 爹爹 孩儿错了 光儿啊 做人要诚实本分 只有心里坦然 才能天地无私 以后多读读书 学学为人的道理 是 爹爹 还有 于是除了虚心向人请教 还要多动动脑筋 看看自己能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孩儿谨记爹爹教诲 嗯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光儿 书读累了 就出去玩一会儿吧 知道了 小心 没事 我想看看史记 爹爹 您能给我讲讲史记里的故事吗 好 战国时 赵国名将赵舍之子赵阔 年轻时学兵法 谈起兵来 头头是道 连他父亲都难不倒他 后来他接替连坡为赵将 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军打败 官儿 知道他为什么打败吗 嗯 因为他没有实际作战经验 是啊 他只知道根据兵书版 不知道变通 嗯 结果被秦军打败 爹爹 您放心 孩儿一定要学以致用 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嗯 光儿如此聪颖好学 不如请个先生来教你吧 好啊 嗯 就让叔叔家的子孝 与你村中的那些伙伴来伴读吧 啊 太好了 嘿 让静萱和树生来吧 回家后 背诵论语学儿篇 是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咱们出去玩一会儿吧 不 我还得读书呢 放学了还读书 读过的书记住了 懂了就行了呗 温固而知心 只有不断地领悟新的东西 我们的知识才能扎实 那也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读个没完啊 你说你读通读懂了 是 我会了 好 我考考你 你把史记卷数从头到尾说一遍 那难道你知道 那你说一遍 史记一共一百三十卷 第一卷五帝本纪 第二卷下本纪 第三卷阴本纪 周本纪秦本纪 秦始皇又分为上本纪下本纪 读书如修德 德在内敛 肤浅的学问也只是顶一时光鲜 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了 嗯 如此可教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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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的字放在一边 我们来听一听 谁很好地完成了我布置的作业 嗯 嗯 不必思过 下节课站着呗 下课 下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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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上课时间了 要不我们回去吧 哎 学习太没意思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个读书的机会对我来说太难得了 如果不是司马大人让我来伴读 我根本就没有读书的希望 爸 不许回 你要回去 我明天告诉伯父不让你再来读书了 哦 嗯 疼起来 嗯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快到上课的时辰了 一会儿先生就要上课了 你们都出来吧 还有心思玩 大家 还是跟我回去吧 如果不回去 先生要走了 谁来教我们读书呢 我们都不爱读书 先生要是走了 省着我们天天背书了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师尊为大 我们不能因为贪玩而忘了尊卑 我怕我背不下来 先生会罚战 先生让我们背书 是想让我们更好地记住 所学的知识 我已经学会很多知识了 我私下里也看了很多书呢 嗯 诶 那好 你告诉我 蚂蚁为什么搬家 是因为爬得越高 就会看得更远 蚂蚁搬家是因为怕下雨 他们对天气感知性很强 如果下小雨 之前他们就会用土把洞口掩埋好 如果下大雨 他们就会提前预知 集体搬家 蚂蚁是很有凝聚力的 不信 你们看 这就像我们学习一样 不能掉队 而且要学会感恩 对我们有过帮助的人 先生就是有恩于我们的人 你们都跟我回学堂好吗 走 去 去哪儿 回学堂 原来你们几个在这儿啊 先生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先生 走 都给我回学堂 我 先生 您放开他们吧 都是我不好 疼 我们知道错了 先生 不管你的事 你不需要袒护他们 你们几个呀 你们太不孝了 如此不勤奋的孩子 我不打你们几下 你们不长记性 来 你们谁先受罚 先生 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 如果不是我显摆自己的学问 也不会惹到他们逃课 你要打就打我吧 我愿意受罚 如果不是你缠着我们说什么 蚂蚁搬家是下雨的事情 我们早回去上课了 不然我们怎么会受罚 我 就是就是 是 先生 您打我吧 我也太玩了 先生 您打我 你们一个也逃不了 各打五板子 各自回家反省 四马公 都是我们不好 这会儿放学了 我们出去玩吧 是啊 跟我们出去玩会儿吧 我 我 我 嗯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纏着我们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下雨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受罚 不 我是想帮你们 都怪你 对 就是他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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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 光儿 醒醒 醒醒啊 父亲 怎么回事啊 光儿 你不觉得其实死孝他们是在保护你吗 保护我 是啊 他们是不想让你跟着受罚 我明白了 少爷 慢点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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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伙伴们 昨天是我不好 没有理会大家对我的保护 我作怪你们了 是我们不好 是我们不好 怎么能让你替我们受罚呢 还疼吗 不疼了 朋友间 朋友间互相关爱 是应该的 我们去玩吧 好 来来来 去我家的后花园 哇 你们家的花园真大呀 这么大的地方 不如我们玩捉迷藏吧 不提 大家都藏起来 我来找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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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不如在这儿看会儿书 等他们长白再说 爬到这里就找不到了 有水 救命了 救命了 快来啊 书上浇缸里了 快救命了 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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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掉水缸里了 快来人了 快来人了 救命了 你下来 这要很危险 弄不好 你也会掉下去的 好 你别拉我 不然就来不及了 那你也不能上去 快想办法 我出来了 醒过来了 大伯 好了好了 不怕 没事了 谁救他出来的 十四马锅 他砸了钢 树生才得救的 大伯 你不会批评我们弄坏了大钢吧 大伯怎么会批评你们呢 大伯还要表扬你们的聪慧勇敢呢 啊 我 光尔 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 如今把它送给你 作为对你的奖励 为父知道你喜欢读书 并且学有所用 不但遇事沉着冷静 而且知道爱护伙伴 希望你将来学有所成啊 是 司马光 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文学家 史学家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公 刚正不额 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 莫过于付出毕生经历 主持编撰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步编年体通诗 资质通鉴 为政治做了很好的参考 对后世的施政有重大资政作用 作词作词 对后世的施政有所做的 作词作词 只能担心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祝佛敏念诸众生 宣说慈悲水菜法 三昧法水洗成垢 累世渊液皆消除 10月1日农历8月25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果慈法师及 圆通寺声众领众领众 献上礼拜慈悲三昧水菜 10月2日上午8点开始 恭请赞江法师主将弥陀要解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从阳祭祖阳孝道 万姓祖先普回向 祈愿长辈福九九 众等礼拜金刚铲 10月14日农历9月9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献上礼拜金刚宝铲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停有席止按住的意思 4-停心 是置心于法 以停止信念忘起烦恼 产生修行障碍 5-停心观 即是指 从心地调伏 5类烦恼障的 5种观修法门 也称为 5-停心助道法 1-贪欲以不进观对质 方法是观察一切 更生器械的误会不进 以停止贪欲 2-称慧以慈悲观对质 观察一切众生 接受生老病死 烦恼无尽的痛苦 以停止称慧 3-愚痴以因缘观对质 使观察一草一目 人世环节 皆由因果 辗转相生 认清生生灭灭的真相 以破除愚痴 开启智慧 4-多障以念佛观对质 障 是由恶业所聚集 有能观察佛生向好 功德庄严 转障碍为悼念 转逆缘为善缘 即有助于停止障碍 善道的恶业障 5-散乱以属习观对质 观察呼吸出入之相 每一出入 皆按属一之时 收摄青年 以停止散乱 5-停心观 有助于止息散乱等 5种修行的障碍 使他们不再有升起的地方 一般将其视为 修订的初步法门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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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例如爱鸟模范 鸟类智愿 下面就由张伯和他的鸟儿们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来 豆豆 表演一个 去将那个小水桶提起来 哎呀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吗 这只小鸟竟然真的会提水桶啊 鸟王果然名不虚传 这只小鸟真是太厉害了 厉害的并不是这只小鸟 而是训练他的张伯 而是训练他的张伯 这位张伯就住在我们邻村 小时候我还去他家玩过呢 他家里有各式各样的鸟 有的会说话 有的会数钱 还有会做体操的呢 哥哥 要不我们也抓一只鸟 来训练一下 把它变得像鸟王张伯家里的那些鸟 那么聪明 好不好啊 鸟我们可以抓 但我们并不会训鸟啊 张伯之所以能让小鸟听他的话 还不是和小鸟交上了朋友 我们也抓一只小鸟 然后和他交朋友 不就行了吗 哥哥被弟弟缠得没有办法 只好和他一起去山林 捕抓一只小鸟 然后带回家中进行训养 小鸟 你安静一下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我们是要训练你 到时候你就会变成动物明星了 看起来他挺害怕我们的 这样他能和我们交上朋友吗 我们只要好好对待他 给他好吃好喝的 我想他一定会放下戒心 和我们交上朋友的 可是那么久了 他却一口食物都不吃哦 哎呀 你们两个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小鸟啊 我们在山林里抓的 爸爸 我们要将它训练成明星鸟的 你们这是胡闹吗 一只小鸟怎么可能变成明星鸟呢 怎么不可能啊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鸟王张伯 就能把小鸟给打造成又会说话 又能表演杂技的明星鸟 哦 鸟王张伯 就是住在邻村训鸟的那个张伯吗 是的 他还上电视了呢 大家都说他是爱鸟模范 鸟类挚友 哼 他算哪门子的爱鸟 你们俩赶快把这只小鸟给放了吧 要不他会饿死的 我们给他准备了好多食物 他怎么会饿死呢 有些鸟儿失去了自由后 是不吃任何东西的 它们宁愿活活饿死在笼子里 所以你们赶快把它放了吧 今天已经晚了 等明天吧 明天我们就将它放回山林吧 第二天清晨 兄弟俩来到鸟笼前 里面那只小鸟还在不停地叫着跳着 它食盆里的食物一点都没少 哎呀 这只鸟竟然真的一点都没吃啊 难道它真的会像爸爸说的那样 活活饿死吗 我们还是将它放了吧 哥哥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和小鸟交上朋友啊 是啊 真不知道鸟王张伯是怎么做到的 哥哥 不如我们去那位鸟王张伯家看看 跟它学习一下吧 好吧 走 我们去跟它请教一下 太好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跟它学一两招 到时候我们也把一只鸟训练成明星鸟 兄弟俩就这样骑着自行车 来到了邻村鸟王张伯家里 张伯很热情地接待它俩 这只鸟真是好厉害啊 它竟然能穿针引线 而且还比我穿得快 当然了 它聪明的呢 张伯 所有的鸟都能训得这么聪明吗 能 不是吹牛的 只要经过我训练的鸟 各个都聪明无比 价格最少也要翻上好几十倍呢 聪明无比 聪明无比 哎呀 这只鸟真的会说话 会说话 会说话 它不但会说话 还会被唐诗呢 欲求千里目 告上一堂楼 张伯 它可真是太厉害了 这些鸟全部被你训练成这么聪明啊 是啊 张伯 你究竟是用什么办法 将这些鸟训练成这样的呀 哈哈 这可是秘密哦 张伯 你就和我们说说吧 就说一种就行了 是啊 张伯 你就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教会它们说话的吧 我们不会用你的方法来养鸟赚钱的 哈哈 这点我相信 是 训练鸟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即便你们知道其中的流程 也训练不出优秀的鸟来 既然这样 那张伯 你就和我们说一点吧 好吧 正好我最近要准备训练几只八哥说话 那你们就一起跟我来学学吧 哈哈 那真是太棒了 谢谢你张伯 张伯带着兄弟俩走进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有一个大笼子 里面装着四只小八哥 张伯 这些小八哥都能说话吗 现在可不行 不过经过我调教训话后 他们便可以说话了 真是神奇 张伯 你快开始吧 我都迫不及待想看看 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来让鸟说话 哈哈 你们仔细看哦 张伯伸手从笼子里抓出了一只小八哥 小八哥在张伯手中不停地挣扎着 张伯抓着这只小八哥 用手粘了一些不知名的粉 然后捏住小八哥的尖舌头 反复揉搓 小八哥张扎着惨叫着 张伯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这是在给他修舌头呢 你这样做 他会痛的 当然会痛 若不这样做 他一辈子也学不会说人话 你们看见他舌头上的硬壳了没有 我这么一搓 可以去掉他的舌壳 让他的舌头变得像人那样柔软 然后就能教他说话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啊 再过一个月后还要再搓揉一次 直到舌膜脱进渗出血来 他的舌头才能灵活自如 当然这也才是第一步 这些八哥得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痛苦啊 他们也真是太可怜了 怎么心软了 训鸟时人可不能心软 实话对你们说吧 我这些鸟儿的聪明 全都是用狠法子逼出来的 啊 狠法子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吗 当然了 饿着他们 让他们一直不能休息 恐吓他们 这些方法都很管用呢 用饥饿和伤痛 使他们丧失鸟类原本的天性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乖乖地听我们的话 才能训练出优秀的聪明鸟 这算什么聪明鸟啊 简直就是鸟奴才 他们无非是按照主人 为他们安排的动作来执行罢了 你还要将他们训练成明星鸟吗 不要了 哥哥 他们真是太可怜了 我们不如来救救他们吧 嗯 兄弟俩嘀咕着商量了五分钟 于是决定掏进身上所有的钱 来买下这些鸟 这点钱连买一只八哥都不够 算了 看你们俩真心喜欢 就卖给你们一只吧 要知道我花几个月时间将他们训练出来后 那便可以卖大价钱的 能买一只就一只吧 先救一只 算一只 嗯 好吧 那我们就买一只吧 兄弟俩 把救下来的小八哥带到了山上 然后还在一棵小树上搭了个窝 给他做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家 好了 小八哥 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吧 以后不会再受苦了 对啊 小八哥 以后要小心 千万别再被抓住了 好了 弟弟 我们回去吧 哦 小八哥 山林才是你的家 你赶快回家吧 哥 看来他不愿意留在山林里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把他带回家吧 好吧 我们就先将他带回家 看来这只小八哥真是饿坏了 张伯真是狠心 竟然那么对待这些小鸟 就他这样的人 怎么能算爱鸟模范 鸟类只有 没错 真正爱鸟的人 是不会让他们丧尸鸟类活泼自由天性的 你们哥俩在干什么呢 哎呀 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小八哥 快把他给放了吧 他是从邻村鸟王张伯那里买来的 我们原本也想将他放回山林的 可没想到他好像不愿留在那里 一直跟着我们回家 可能他从小就被人给抓住了 不适应野外的生活 哎 他的蛇壳没有了 没了蛇壳的八哥 根本就不能捉虫秘食 啊 这么说 他只能留在我们家里 永远也无法到山林里生活了 是的 他永远无法回到山林了 这些鸟太可怜了 哥哥 我们得把他们从张伯那里救出来 这一只八哥就花光了我俩所有的领用钱 他那里那么多鸟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买啊 哥 我们可以利用暑假的时候去打工赚钱 然后再将鸟王那里的鸟都买下来 我实在不忍心他们在张伯那里受折磨啊 弟弟 别傻了 你能买得光吗 你买了 他还会继续去捕抓 再说了 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养鸟的 驯鸟的人 他们手里的小鸟也都在受着折磨 你能把他们都救了吗 那我们就不管这些可怜的鸟了吗 谁说不管了 我打算在网上发起一个活动 建议大家要做到真正的爱鸟 对 我们得让大家明白 把鸟囚禁在笼子里 绝对培养不出真正的智慧动物 更不是真正的爱鸟行为 没错 真正爱鸟的人 应该让他们在山林里自由地飞翔 自由地歌唱 兄弟俩在网上发起的活动 很快得到了众多爱鸟人士的回应 一场爱鸟护鸟的活动迅速展开 鸟王也在这场爱鸟活动中深受感化 将自己驯养的众多鸟儿 带到野外进行放生了 小水榻和鸭子 在村外不远处有一片湖泊 这里是鸭子最喜欢的地方 它们每天都会来这里游泳嬉戏 寻找食物 等等我们 你们游得太快了 等等我们啊 你们这些小家伙快点啊 前面那片芦苇边上有很多美食 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呢 真是美味啊 今天我要饱饱地吃上一顿 对 吃饱后浮在水面上晒着太阳才舒服呢 就在鸭子们美餐的时候 芦苇丛中有一只水炭正盯着它们 这个家伙不敢攻击成年鸭子 于是将目标锁定了后面的那两只小鸭子 这群讨厌的鸭子 竟然把这里的鱼虾都给吓跑了 你们吓走了我的食物 那就把你们当成食物来吃 我们快去啊 要是去晚了可就没吃的了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水鬼 水鬼出来了 不好 是水炭 这个可恶的家伙 竟然还敢袭击我们的小鸭子 我们快去帮帮那个小家伙 危险 快跑 小家伙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刚才那是什么 好可怕啊 是啊 它是不是水鬼啊 它叫水炭 通常喜欢躲在芦苇丛里 我们这里好久没出现水炭 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跑来的 如果它在这里挨家了 那以后我们来这里可就危险了 你放心好了 水炭一般是不会袭击我们这些情类的 因为它们喜欢的食物和我们一样 都喜欢水里的鱼虾 哦 那它为什么要攻击我啊 它们有时候是会袭击我们 尤其是会袭击那些还没长大的情类 这多半是出于娱乐或是猎杀的习惯 看来我们以后得离它们远一点 只要我们大家在一起 水炭就不敢攻击我们 所以到了湖里后 你们一定不能独自乱跑哦 嗯 从那天起 鸭群总是成群结队的来到湖泊 尤其是小鸭子们 它们非常害怕 长得像水鬼一样的水榻 可是许多天过去了 它们却再也没看到水榻的身影 那只可恶的水榻 好久没看到了 它是不是离开这里了 希望它是离开了这里 只要它留在这儿一天 我就一天不安心 你们放心好了 这么长时间都没看到它了 它一定是搬家了 没错 水榻是喜欢搬家的动物 隔些日子就会搬一次家 一点都不嫌麻烦 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安全了 是啊 这样一来 我们也可以去芦苇丛里玩捉迷藏了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水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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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水榻 孩子 不要怕 我们来了 中鸭子钻进芦苇丛后 惊讶地发现 在芦苇丛中的一块空地上 趴着一只奄奄一袭 眼睛无法睁开的小水榻 哎呀 这只可怜的小水榻竟然是个瞎子 是啊 看来水榻是将这个瞎眼的小家伙给抛弃了 世民的榻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活下去 你看 他都饿得一点利息都没有了 他真是可怜啊 是啊 要不我们帮帮他吧 我们哪有能力帮他呀 我们只能去求助主人阿顺了 对 我们让阿顺来帮忙 你要干什么 赶快去湖里玩啊 怎么回事 难道出事了 看来他们真的是遇到了麻烦 哎呀 是一只小水榻 可怜的小家伙 看来是饿得一点利息都没有了 走 我带你回家每每吃一顿吧 就这样 阿顺将小水榻抱回家 并喂了他一些食物 吃饱后的小水榻很快便恢复了体力 爸爸 这只水榻的个头也不小了 怎么还没睁开眼睛啊 哎呀 不好 这是一只虾眼水榻 所以才会被抛弃 可怜的家伙 如果没有人照顾的话 他会死掉的 爸爸 那我们就养着他吧 好吧 不过我们要将他养在哪里呢 爸爸 你看 小鸭子在帮他带路呢 我看就让他和我们家的鸭子住在一起吧 好吧 真是不可思议 水榻竟然能和鸭子成为朋友 爸爸 你不知道 他就是鸭子带着我找到的 我想鸭子也不忍心 这个小水榻被饿死吧 鸭子真的将这只小水榻当成了朋友 他们不但会带着他在院子里玩耍 而且还会带着他一起去湖里游泳 小水榻呢 小水榻他跑哪里去了 他不见了 不好了 小水榻不见了 他在那里 这个调皮的家伙 刚才一定是潜水了 哎呀 阿顺呢 你家的鸭子疯了吗 怎么朝水榻那里游去了 水榻会咬死它的 不会的 那只水榻是我家鸭子的朋友 水榻和鸭子会成为朋友 我要不是来找你 你又迷路了 以后不准再潜水了 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 汪叔叔 你什么时候来的 忙完工作刚刚来 哈哈 阿顺又长高了 哎呀 小水榻 你的鸭群里怎么会有一只小水榻 它的眼睛瞎了 所以我一直养着它 王叔叔 你知道吗 这个小水榻和我家的鸭子都成为朋友了 瞎眼的水榻 我看看 这个家伙的眼睛没有打开 所以才看不到东西 只要给它做个小手术就行了 王叔叔 你是说只要做个小手术 这个小水榻就能看到东西 没错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是兽医 做这个小手术对你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吧 没问题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当天 王叔叔便给小水榻 做了一次眼睛切开术 手术非常成功 几天后 蒙在眼上的纱布打开了 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小水榻 显得非常兴奋 爸爸 你看 小水榻能看到东西了 是啊 你看它高兴的样子 这个小家伙真是调皮啊 阿顺 带它们去湖里玩吧 尤其是这只小水榻 让它去湖里玩会吧 嗯 他看到湖水后 一定会很兴奋的 小水榻 你跑哪里去了 这个家伙一定又是潜到水里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水蛇也正朝小鸭子那里游去 小水榻一惊 加快速度朝水蛇那里游去 我看到它了 它在那里 哎呀 你干什么 不如伤害我的朋友 天啊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如果不是小水榻冲过来 这条蛇一定会将我们咬伤的 两只小鸭子看着小水榻将水蛇赶走 它们露出开心的笑容 从今天起 就由我来照顾你们吧 小水榻 谢谢您 哇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护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 台湾救狗协会 诸佛 敏念 诸众生 宣说慈悲水菜法 三昧法水洗成垢 累世冤液皆消除 10月1日农历8月25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果慈法师及原通寺僧众领众 献上礼拜慈悲三昧水菜 10月2日上午8点开始 恭请湛江法师主讲弥陀要解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从阳祭祖阳孝道 万姓祖先普回向 祈愿长辈福九九 众等礼拜金刚燦 10月14日农历9月9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献上礼拜金刚宝灿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附有一鬼 白目连言 我以物自蒙 龙头 你说 我经常用东西 把自己的头盖起来 好像看布袋 蒙起来 然后把它绑起来 这么痛苦 而且我随时怕看到人 看到其他众生来杀我 我永远处在那种 不畏 不可堪论 每天我都在发抖 我怎么会有这个夜报呢 不敢看到人 不敢让别人看到我 畏惧的状态呢 慕念大言 你过去是 邪犯外设 比如说 你这个男人去欺负 跟别人的女人偷情 古时候常有这个 或是跟别人的宫女偷情 邪淫外设 所以你很怕对方的主人 知道你 知道你就会打你 甚至当时候还可以砍你头 所以你去做的这个 邪淫别人的宫女或是太太 所以你心里又会怕 所以你现在 自蒙其头 随时要怕被杀 随时畏惧一切 而且你将来还要下地狱 邪淫的国报 所以各位这个世界 我经常说几位 不能做亏心事 全世界不知道 你的心知道 所以我们 宁可你今天在路上 丢了一个垃圾 你不能说 平路的 快点挠回来 因为本来你不该做这个事情 不该做 你就要下一个车 绕一圈 也不能够去污染这个 什么事情都要很认真 不然你心中有个愧疚感 这个愧疚感就造成一个恶业 时间有多长 各位听我讲这个故事 12个钟头 误会人家偷牛 那一位罗汉 这一辈子称阿罗汉被关12年 那个农夫被他误会12年 因为如果他去问了 问那个生意 可能是那个 那个政材的偷骨 他说要去用5块12点钟 说要有刺到的才没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果报 现在被关12年 农夫牛死不见了 然后翻开他煮的夹下去 然后变牛肉 所以各位这一点 所以我们过去阿罗汉 曾经骗人家6个钟头 曾经骗人家3个月 那就要好好忏悔 这个业不是这样就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造了什么业 所以按照三昧水灿 良黄宝灿在忏悔 不要让这个业就跟着 你骗老叔一句话 那么你可能生生世世 你一辈子碰不到善知识 因为你曾经骗老叔一句话 你这个业没消除 你现在的正法 你永远听不下去 这世间很多人这样 听不下去 一句就听了不起 因为他这个业报在 所以叫业力不可思议 太可怕了 明天真是他 我们见 wake pedir我 送照片 明天真高 咨? 业性 我要 摘